清道光年间大案奇案频发 民妇家中离奇丧命 深暗官员却自意生死 严肖横行两怀 私盐贩卖屡禁不止 国库白银失窃 仅一千万两官银不翼而飞 有人将贪腐的黑手伸向皇家陵援 还有人伪造官衔执照 将朝廷官位玩弄于股掌之间 面对千疮百孔的王朝 道光皇帝将如何整顿励志 轻塑朝纲 作为一个勤政节俭的皇帝 他的整治举措 却为何难以扭转帝国危局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清道光朝整肃大案》 敬请关注 道光二年七月的一天 浙江德卿县一普通民妇在婆家报王 死者娘家咬定 是被婆家人谋害致死 可是浙江省各级官员数次验尸 都给出了自意身亡的结论 死者娘家人不服判决 于是上京告状 使得案件到了道光皇帝手中 道光皇帝委派亲信官员接受此案 却不料案子还没调查清楚 皇帝委派的审查官员 却先自意生死 一件看似普通的命案 却为何迟迟查不出真相 神案官员又因何故突然自杀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清道光年得清命案》第一集 亲派主审自杀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讲述 发生在道光初期浙江德清县的一起命案 原本并不复杂的这起案件 因为地方官员的推诿拖延 玩忽职守酝酿成了一起巨案 这起大案的查处表现出了 官员的主观因素对案件的巨大影响 有时甚至能够塑造案件的走向 真相反而是次要的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7月 剩下的一天 浙江省胡州府德清县 徐蔡氏在婆家报王 蔡氏嫁入徐家没有几年 徐家公婆都已经亡故 徐蔡氏就与丈夫徐敦臣 依靠叔叔徐宝华为生 徐宝华年岁较大 正妻亡故 家族事务大多 交由徐宝华的小妾徐泥氏掌管 徐泥氏与徐蔡氏素不和睦 如今徐蔡氏突然身亡 娘家人一斗重生 死者的叔叔秀采 蔡洪就怀疑徐家害死了侄女 跑到县里控告 说侄女的脖像上有红色的勒痕 死因非常可疑 自然死亡的人 怎么可能脖子上有勒痕呢 所以蔡家强烈要求官方验尸 类似的案件在大清帝国的版图内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按照制度执行 当地支县应该清零现场 及时检验 在两三个月内完成 侦破审讯 做出判决 上报支付 那么时任德清支县 黄兆慧是怎么做的呢 黄兆慧接到报案后 不是思索如何寻求真相 也不是想着如何照章办事 而是考虑这件事情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黄兆慧首先想到 涉案的徐蔡两家 都是德清当地的大族 尤其是徐家 徐家是家资分厚 为政不得罪据事 黄兆慧觉得没有必要 现身两家的争执 而且如果这真的是一起谋杀案 命案必破 黄兆慧破案的压力 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且命案的发生 说明德清 治安不好 黄兆慧这个父母官 教化百姓无方 因此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尽管直觉告诉黄兆慧 此案案情重大 但他还是琢磨出了一个躲避的方法 黄兆慧借口自己正患风寒 无法清零查刊 拖了好几天才向胡州府禀报 请求上司委派官员查案 时任胡州之府方氏干 出生内阁中书 本人颇有文明 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多部作品 但是同时 方氏干也是一位圆滑的官僚 他幻海成福十几年 早就磨练的灵活通融 他接到成文 当然知道黄兆慧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他也不愿意自己出面 方氏干同样采取了拖的战略 在炎炎的烈日下 致徐蔡氏的尸体与不顾 既不安排尸检 也任凭蔡家的苦主 每天是呼天枪地 期间蔡虹等人多次成空 结果县衙们推到府衙们 府衙借口要慎重处理 要临选官吏 认真复查 就是没有动作 等到一大帮子的官员 陆续招齐了 方氏干在不紧不慢地 组织尸检 酷暑之下 尸身早已经肿胀得不成样子 蔡家指出死者脖子上有勒痕 脸上有伤 牙齿脱落等现象 都是非常可疑 而武作要么不予理睬 要么巧作解释 最后判定为自义 询问徐家 徐家也声称 徐蔡氏是自义生死 于是黄兆慧 方氏干等人 就以徐蔡氏自义上报 蔡家人不肯接受结论 绕过湖州府 告到了杭州 这个德清县 虽然属于湖州管辖 但是离杭州更近 老百姓有争执 就跑到杭州 越级向省里提起控告 浙江省委派官员 到德清重新验尸 为了显示公正 复审尸检 不让德清官员 衙役参与 另外挑选了几位 同支支县负责 从形式上来讲 浙江省的复审是规范的 也是严肃认真的 可是浙江的夏天 又蒙又热 尸身在酷暑当中 早已经不成样子 复审的各位官员 甚至都不愿意 清零现场 听凭武作一番折腾以后 仍然定为自义 既然是自杀 那蔡家控告徐家 谋杀徐蔡氏就无从谈起 自动销案了 谋杀是刑事案件 自禁导致的诉讼 则是民事纠纷 中国古代司法 重刑清明 甚至有观点认为 古代司法只有刑事 没有民事 对于民事纠纷 清朝官府极少上报 几乎不予受理 徐蔡氏的案子 就被归录了 官府不愿理睬的范畴 每个案件的处理 都有一个黄金期 一般是案发早期 徐蔡氏命案发展至今 已经丧失了破案的黄金期 最早接到报案的黄照慧 第一时间认真验尸 很容易发现真相 可是现如今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即便能够查出情况来 也留下了扯皮 质疑的巨大空间 蔡家就始终 接受不了自意的结论 陆续在浙江告了一年多 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浙江官府 关于徐蔡氏自意的结论 是正式的 也可算是最终的结论 从德清县衙 再到湖州府补衙 死者家属多次成空 陆续在浙江告了一年多 浙江官府经过两次尸检 给出了徐蔡氏 是自意的最终结论 然而蔡家对浙江官府的 结论十分不满意 于是蔡家选择到 伪金告状 那么蔡家千里迢迢 赏金告状 能得到和浙江官府 不一样的答案吗 历史学者张成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青道光年 德清命案第一集 亲派主审 自杀了 蔡家 蔡家感觉实在突破不了 那张又推又挡的官网 可是心里又不愿甘休 于是选择了金控 也就是跑到北京城去控告 中国传统司法一直存在 有时甚至是鼓励金控 清朝百姓是可以绕过地方官府 直接向朝廷的各部 督察院 大理寺 通政司和部军统领衙门 等部门 臣递诉状 也可以直接闯宫 乃至拦御驾告御状 这些都是法律 赋予百姓的最终 也是最后的维权手段 蔡家也算是读过书 进过学的人家 在读书人群体当中 有一定的人脉 而在北京的浙江籍官员很多 原本以为可以获得 在京浙籍官员的帮助 带地诉状 如果能在诉讼当中帮忙疏通 那就更好了 可是没有想到 接触到的所有浙江籍官员 都不愿意躺这趟浑水 一直都没有人出头 为蔡家主持公道 也是 金官们孜孜以求仕途 帮助老乡重启一个家族纠纷 对自己没有帮助 反而一定会得罪 浙江省的出省 重省官员 这样吃力不讨好 还有危险的事情 哪个精明势力的官员 愿意出头呢 徐蔡氏的哥哥 也是个读书人 他转换思路 决心在北京城 长期坚持 他先应聘到御史 吴温少家中当家庭教师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蔡书省与主人的关系融洽后 他也看到吴御史 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人物 于是便向其哭诉了 妹妹的冤情 吴温少曾任户部主事 办案经验丰富 疏离此案前后的情节 他也觉得是一斗从生 这案子极有可能有冤情 经过多方了解后 吴温少认为此案冤情重大 亦然修书上奏 陈述了检验有伤 牙齿脱落 武作隐匿伤痕 捏造自意结论 而且浙江府县官员 玩忽职守 以自意结案等等情况 吴温少叙述严密 同时让蔡书生详细写明了 冤情的始末 作为了奏折的附录 此案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 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 蔡家的努力 把徐蔡氏命案 上升到了皇帝交办的金控案件 道光传誉浙江巡抚率成盈 要求他亲自提取人证 卷宗秉公严审 皇帝还将吴温少的奏折 转发给他 浙江巡抚率成盈 是嘉庆元年的 一甲第三棉进士 也就是探花出身 以廉洁著称 多次在浙江任职 在整修水利 安定地方等方面 颇有建树 颇得人心 帅成盈应该是重审 徐蔡氏命案的靠谱人选 可惜在街道遇址不久 就因为父亲去世 于道光复年9月13日 丁幽离职 巡抚出缺了 可徐蔡氏命案 还要回复皇帝的意见 道光复年11月 浙江部政史 熟理浙江巡抚 黄明杰上奏 陈述了对徐蔡氏命案的意见 他说 浙江省经过多次委派官员审理 并对徐蔡氏的尸体 进行过两次检验 都没有发现伤痕 无奈 蔡家坚决不从 黄明杰 臣请再做一次尸检 这种冠冕堂皇的官话 翻译成通俗语言 那就是 我们认为 徐蔡氏命案的原审结论 是站得住的 如果皇上觉得可疑 可以派人再审 道光皇帝看出了 黄明杰 臣请再审的真实目的 是要推卸责任 随即命令 湖北安查使 黄维荀 调任浙江安查使 负责此案 道光皇帝 对办案人员 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不光从湖北 调来了 主审的安查使 连艳师的武作 也要求从福建调来 徐蔡氏命案 得到了 道光皇帝的重视 他委派器重的大臣 王维荀 彻查此案 这似乎让徐家人 看到了希望 然而案发已经两年多 侦破的黄金期 已经过去 王维荀将面对 哪些困难与阻力 他亲临案发现场 还能否找到 揭示真相的蛛丝马迹 接下来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突然变故 让这起命案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历史学者张成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青道光年 得清命案第一集 亲派主审 自杀了 清道光年间 大案奇案频发 民妇家中离奇丧命 深暗官员 却自意生死 严消横行两怀 私盐贩卖 屡禁不止 国库白银失窃 尽一千万两官银 不翼而飞 有人将贪腐的黑手 伸向皇家陵援 还有人伪造官衔执照 将朝廷官位 玩弄于股掌之间 面对千疮百孔的王朝 道光皇帝 将如何整顿励志 清肃朝纲 作为一个勤政节俭的皇帝 他的整治举措 却为何难以扭转帝国危局 历史学者张成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清道光朝 整肃大案 敬请关注 王微寻是山东人 嘉庆十六年 二驾禁士 王微寻这个人做事认真 但是不善交际 在人际交往方面很木讷 可是他能干 也敢干事情 胆大勤勉 对于皇帝交办的案子 更是全力以赴 因此进入了道光皇帝的事业 王微寻出身汉林 每几年就升迁为了 正三平的安查史 升得道光皇帝的器重 道光皇帝调王微寻到浙江 借重的就是他认真细致的优点 遗憾的是 世间的事情不是认真就能解决的 王微寻抵达杭州后 福建武座何培也调来了 他立刻安排了再一次尸检 疑点比比皆是 新旧武座各执一词 何培指出 远检的结论当中存在种种问题 而远检的各位浙江武座坚持己见 认为自己的检查没有问题 王微寻呢 都帅原省官员亲临现场 眼看着现场吵成一团 浙江省原省官员则是集体沉没 王微寻意识到 此案侦破不难 改正却很难 因为浙江省的初省 副省官员是坚决不同意改判 清朝司法制度设置了 完整的省级和申诉程序 案件结果需要层层上报 积极确认 市主可以向各级官员提诉 申诉 一个案件的完整流程 会留下诸多官员的签字 既然签字了 官员就要负责 一旦发现原省有误 那么之前参与的所有官员 都要受到惩处 错误越严重 惩处也越严厉 一个案件就把相关官员 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大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荣卢与共 所以试图翻案的人 哪怕是试图重审的人 都不是简单地寻找问题的真相 而是要面与一个官僚群体的抵触 与反对 我们知道官员行政责任的连带设计 有其合理性 旨在保障官员谨慎用权 防止胡作非为 可是在实践当中 清朝官员承担的行政事物过多 责任过重 几乎天天都要连轴转 很难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个案 尤其是司法案件 欲贵出勤 案发后的侦破黄金期 是最宝贵的 可惜 承担初审的基层周县官 恰巧是政治体系当中 权力最小 工作最多 责任最大的一个群体 他们无法做到及时准确和细致的初审 各级上司在理论上承担着 复查审核的责任 可是集中到他们手里的事物更多 主客官条件都不允许他们 对案发现场人证物证 做细致的复审 一般来说 草率的上司拿到初审结论 简单地浏览一下卷宗 签字确认 走走过场而已 认真的上司 也只是对下级报告上来的案件事实 进行法律衡量 他们在意的是 罪犯是否罪行相符 而不是这个案件的事实 是否清楚 是否还别有引擎 他们做的只是一个书面审 审核下级的文字而已 即便施主申诉抗议 上司往往也是发回原审地重审 或者抽调其他的基层官员再审 重复一遍上述流程而已 如此层层效仿例行公事 案件的最终结果 不一定是对真相的审判 更像是官僚系统的杰作 这还是没有私心 照张办事的官员的做法 万一遇到贪赃枉法 淫私舞弊的官吏 案件结果就不知道会偏到哪里去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案件会绑架一连串的官员 来维护一个并非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们抛开制度因素 人情也是导致官员利益群体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 重血缘 乡情 同窗之仪等等 是人情味浓厚的世俗社会 官场尤其如此 各种人情关系与交际应酬更加繁盛 还发展出了同僚 同盟 同年等人情网络 每个官员都是人情网络当中的一个点 无法脱离人情网络 而做到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在实践当中 除非万不得已 官员很少批驳其他官员的工作结论 更不用说彻底推翻了 种种人情关系束缚着他们 瞻前顾后 唯独不会把事实真相摆在前列 当一桩案子在官员的序列当中 流转的环节越多 牵涉进来的官员越多 人情网络的力量就越强大 像当初蔡家金控 浙江籍金官们不愿意出头主持公道 主要就是忌惮弹强大的人情网络 大家想想那些金官们 谁不认识几个家乡的父母官 说不定其中还有自己的同盟友好 昔日同僚呢 这里面的官场人脉重要 还是徐蔡氏的死因重要呢 综上所述 徐蔡氏已经由浙江各级官员 认定为肆意身亡 蔡家也好 王维巡也好 要想翻案 就面临着几乎整个浙江官场的阻挠与反对 案件没有进展 认真的王维巡开始感到烦恼 他睡卧不宁 神情恍惚 浙江上上下下都盯着 新的安查史大人 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 道光五年三月初五 安查史司的杂役 像往常一样在打扫官署 打扫到花厅甲山背后 震惊地发现 王维巡用裤带 字役在亭子梁上 死了 皇帝清典的办案大臣 竟然字役身亡 而同样被认为是字役身亡的 徐蔡氏命案竟然一拖三年 疑问尚未平息 猛然在天波澜 熟理浙江巡抚 王明杰慌了 赶紧奏报道光皇帝 道光大为震惊 自己挑选的办案大员 非但没有审清案情 还搭上了姓名 道光皇帝意识到 此案不是一桩疑难案件那么简单 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内幕 王维巡到任只有一个月 复检没有定案 而他本人又不是原省官员 可以无所顾忌 况且事先又秉明了熟理巡抚 黄明杰奏请选派刑部 安熟干练的官员到浙江省会省 黄明杰已经同意了 在这种背景下 王维巡为什么就郁闷了呢 何至于就亲身自尽呢 如今 徐蔡氏命案已经从一个案子 变成了两个案子 第二 黄维巡原本是为了破案 没想到他自尽身亡 引发了案中案 道光皇帝深深感觉 黄维巡死因蹊跷 黄维巡为什么会离奇自艺 徐蔡氏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欢迎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道光二年七月的一天 浙江德卿县一普通名副 在婆家报王 浙江省各级官员数次验尸 都给出了自意身亡的结论 道光皇帝抽调王维巡 出任浙江案查室重审查 没想到王维巡却在到任 一个月后自意身亡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眼情 在下期节目里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迟到的真相